黑色夜光的开局到底有多炸裂 富豪跟一位女婉红上来就演艺亲热戏码 可就在正片即将开始之际 富豪竟然意外发现了藏在床头的摄像头 对于富豪来说 私生活乱不要紧 但最麻烦的就是被各种鱼刃缠身 女婉红竟然想用偷拍的方式 逼她身败名裂 这不明摆着着揍吗 可因为用力太猛 不过短短十几分钟 女婉红竟直接昏死了过去 云婉约作为公关 工作的主要核心 就是帮助客户解决一系列的麻烦 而这位色胆包天的富豪 就是她的客户之一 明知道渣男可恨 不允许被原谅 但这是她的工作职责 面对女婉红的纠缠 云婉约并没有胆怯 反而找出了女婉红的各种黑料 包括虐猫视频什么呢 她到底也是靠流量吃饭的 如果这些黑料被公布了出去 最终谁会成为大众调侃的对象 还不一定呢 作为一名自身的公关 云婉约凭借这六个隐形摄像头 便能清晰地猜到 女婉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想不到此人还留了后手 提前联系好了记者 就等着曝光富豪的丑事呢 云婉约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立马清退了记者 并找人打理好了现场 甚至连化妆品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女婉红醒了 跟她做一笔交易 看看到底是勒索富豪值钱 还是让她身败名列来的划算 女人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不知道富豪背后的公关到底有多强悍 哪怕遭受了暴力对待 她最终还是没拿一分钱 乖乖妥协了 只因自己的路还长 总不能跟有钱人对着干 更何况自己手机里的证据 已经全部被删除了 除了温生吃大亏之外 她已经没有别的活路了 虽说整件事 女婉红不道德了些 但她毕竟是受害者 为了几个钱而已 差点要了这条命 更何况富豪本就是个渣男 不过是让这有点钱 色意欺辱他人罢了 云婉月同样作为女人 竟然帮这种人办事 别说她了 就是连女婉红也瞧不起她 可云婉月又有什么办法 做公关的 说白了 就是包装当事人的完美形象 所谓真真假假 不是他们的手段到底有多高明 而是社会舆论该怎么看 人人都觉得他们是冷酷无情的舆论杀手 可实际上呢 不过是为了挣点钱 色意挑战自己的下线罢了 谁说云婉月不讨厌渣男 只不过她还没有资格去批判这个社会 资本家的时代 哪里是底层人可以肆意抹黑和报复的 所以说 这部剧还是很讽刺的 让女人来对付女人 其实比男人一群全打在女网红的身上 更扎人心 而这就是现实 有钱便是大业 即便做了错事 也有人替他们收拾懒摊子 而他们只需要撒撒钱 就有无数人争着来干这份工作 云婉月虽说凭借公关身份 坐上了人上人的位置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份工作到底有多可耻 黑色月光也太让人上头了吧 女主云婉月是个可怜的女孩 她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父母温爱和蔼 将三个女儿都看成是心肝宝贝 在共同努力下 好不容易在大城市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说地方不大 但只要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在寻常不过的夜晚 竟直接击垮了这个本该幸福圆满的家庭 上了大学之后 云满月便在一家咖啡厅勤工俭学 有一次工作比较晚 所以就让妹妹在店里等着 下班了两人好一起结伴回家 可结果呢 这对姐妹花因为长得太过可人 被完裤子弟给盯上了 那一晚 姐妹俩都遭到了玷污 之后如同垃圾一般 被丢在了荒野中 醒来之后的云满月 曾一度想过了姐自己的生命 直到听到妹妹微弱的呼唤 她这才明白 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妹妹的一双颓废了 姐妹俩的清白也没了 父母得之后 第一时间便报了警 可蒋家家大业大 还没进入派出所 就已经被放出来了 父亲气急之下才动了手 想不到这次动手 不仅没有为两个女儿讨回公道 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最终因为实在气不过 直接在监狱撒手人还了 母亲得知情况后 一马也跟着走了 于是乎 云满月本该幸福的人生 直接演变成了父母双亡 一个对自己满是抱怨的姐姐 还有一个双腿残废的抑郁着妹妹 不用想都知道 云满月的心态到底有多崩溃 可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努力奋斗 不为别的 只是想亲手将那般恶人送进监狱 而她的人生观很是超前 18年的那个夜晚 老天爷没有让她死掉 那是因为在上天看来 最该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是那般恶人 因为云满月姐妹俩没有犯错 只是因为长得好看 被歹人给盯上了 这才造就了无法挽回的结局 既然老天爷让她活了下来 就是要告诉她 个人无法做到织守这天的地步 只要努力 总有一天可以复仇成功的 但这条路很辛苦 一旦走了 便再也无法回头 云满月是自愿的 正因如此 她也成了三姐妹中 最亲情 结婚得最好的那一个 然而她的对手 可是家大业大的蒋家 纵使她拼尽全力 成功站在了蒋家人的身边 谁又能保证 没有人怀疑她呢 蒋家的人不是吃素的 更何况他们已经 混迹伤长几十年 如果没点识人的能力 亚登走不到今天 云满月一个弱女子 纵使有超强的攻关能力 可面对仇人的时候 难免不露线 更何况她身后 还有那么多被刺之人 看来这副仇之路 很是漫长呀 但凭借这超前的三观 这部剧就足以让人上头呢 女主的清醒 无论做哪一件事 都让人觉得无比舒心 尤其是面对蒋家人的虚情假意 看得着实得劲 已经开始期待后续的剧情了 职场中的竞争力 是无处不在的 就拿黑色月光来说 女主与满月身负复仇大计 任何想要阻挡她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当初之所以能在公关公司 占有一席之地 全靠师傅的帮忙 可在好的情分 在现实面前都是无比虚伪的 眼看着公司马上要推出一个高层经理了 偏偏与满月跟师傅两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本以为她会往开一面 让师傅上位 却不曾想 她竟然找了一个疯子 轻松扳倒了师傅 蒋先生是公司的大客户 也是与满月的仇人 对于她来说 只有坐上这经理之位 才能更好地接近蒋家 可与满月怎么也没想到 人家客户压根就没看上她的方案 相比于她的接班人计划 似乎更信赖师傅的包装计划 然而与满月从来都不是个服输的女人 既然师傅想要出风头 索性她就帮一把 谁让她是师傅最厉害的徒儿呢 什么人应该进入会场 什么人又必须阻挡在外 这是有严格规定了 毕竟这场包装计划 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可与满月明明发现了不轨之人 却假装看不到 甚至还轻松让此人进入会场了 结果显而易见 在蒋先生准备好完美草稿的同时 此人愣是不按常理出牌 接连提问了不少的刁针问题 惹得一众记者瞬间兴奋了起来 云满月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放入不轨之人 只是她计划之外的一个小算盘罢了 就算没有人混进来 她也会提前准备好破坏会场的人选 只要在合适的时机 向蒋先生身上丢一块蛋糕 不用想都知道 蒋是企业第二天的股市 会低到何种地步 只要在蒋先生最无助的时候 云满月又如同天使一般降临 拿下这个大客户必然是轻轻松松的 也是因为这块早就密谋好的疯子蛋糕 才算是真真正正撕破了公关内部的明争暗斗 想不到一向体面的他们 也有逗到死去活来的场景 对于他们来说 最擅长的便是包装客户的形象 从师傅哪里丢了蒋先生这个单子不要紧 云满月会想尽办法拿回来的 反正不可能给其他公司一点钻控系的机会 至于云满月的师傅 在搞砸了客户的发布会现场之后 直接被公司给抛弃掉了 云满月可不会给自己身边埋下一个隐患 提前抓走了客户不说 还顺便散布了师傅的不少烂事 其中就包括泄露客户重要信息的事情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师傅走人了 只不过云满月不知道的是 师傅也不是个善茬 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这就等于说从头开始了 师傅断然不会放过他的 想要成为人上人 就必须要学会一个狠字 无论他人如何评价自己 只要最终的目的 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就行了 云满月是清醒的 他一直都明白 自己需要什么 只是正负仇之路太漫长 不知道以后还得遇到多大的麻烦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